在皇家鼓勤快的節拍下 來自非洲國家蒲龍地的 阿卡雅茲威舞團 在台上活潑的擺動唱著歌 帶來富有旋律的表演 而他晚間最後一場演出後 卻出現有團員脫隊的情況 這兩人出現在台北動物院 似乎逛得不亦樂乎 被巡獲後被員警帶回派出所 他們整整失聯超過五個小時 宜蘭通萬節 今年邀請國際知名的阿卡雅茲威舞團 八名團員從七月六號到八月二號演出 預計在三號晚間六點十分打機離開 但在三號當天上午九點多 專車安排團員到連鎖賣場購物 原定十點半要罰車離開 卻發現有兩名團員 沒有到集合地點上車 釣魚監視器發現兩人還沒有到十點 已經離開賣場徒步往舊城南路 並在舊城南路與泰山路口 搭乘計程車直奔台北動物園 兩人被找到後已經是下午三點多 主辦單位原本希望可以按照原定的搬機時間 但最後卻沒有趕上 而至於脫退的原因 團員表示因為回國會有危險 不想回去 認為待在台灣比較安全 後續會交由移民署處理 文化局強調隨隊不僅會幫助翻譯 也會讓從國外來的團員能夠更適應環境 但就在離胎前卻發生擅自脫退的情形 也讓主辦單位相當無奈 TVBS新聞劉玉俊解答成成家童 SNG小組宜蘭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片 記錄片